目前還不清楚誰控制著非洲南部小國萊索托 較早前據傳該國軍方發動政變 亦有報導說首都馬賽奴星期六出現槍聲 萊索托軍方否認奪權 但首相托馬斯塔巴在內的軍隊包圍他的住所 並且佔領警察局後逃亡都倫過南非 軍方發言人說軍隊只是對來自政治狂人迫在眉睫的威脅作出回應 這名發言人說軍方試圖向這些政治狂人提供武器 南非政府發言人說沒有人宣稱是萊索托的新領導人 但他說萊索托軍方的行為帶有政變性質 萊索托軍方說軍人已經返回軍營 萊索托恢復平靜